欢迎回来 今天是农历新年的第一天 在新年之际 许多人想要建立良好的健身习惯 对于一些想要建立晨练习惯的民众 专家提出了一些小建议 晨练对人的身体有很大好处 然而建立晨练的习惯也很难 针对如何更好地建立这种 对身体有益的锻炼习惯 专家给出了一些建议 首先不要以为晨练只是早上很短的一段时间 事实上你的身体要从前一天晚上 就开始做好准备 前一天的晚餐可能直接影响 你第二天的身体情况 所以尽量选择比较多的蛋白质和蔬菜 健康的脂肪 让你的身体经过一个晚上 不会感到过于疲惫 这样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它会更适合锻炼身体的需要 另外强迫自己早点睡觉 并且满足每天至少七到八小时的充足睡眠 让身体得到足够的休息 这样你早上起床势必会更加容易 在睡觉之前的一段时间里 尽量不要看电视 电脑和手机 减少电子屏幕蓝光对你产生的影响 专家还建议 为了能够让早上的起床不那么艰难 给自己新的一天定一个小目标是很好的方法 比如给第二天制定一个好听的歌单 这种小事情就能让你对新一天的到来充满期待和力量 另外找到一个能跟你一起锻炼的伙伴也很重要 相约一起去健身房或者上课 有助于你建立一种习惯 不会因为自己的惰性中途放弃 在睡觉之前尽量为第二天做好充足的准备 衣服可以事先挑好 然后摆在床边 早饭的材料和咖啡也可以在前一天晚上准备好 你早上醒来需要考虑的事情越少越好 这样能让你新的一天有一个没有负担的好的开始 Honey 卫视高耀宁编语报道 再来看NBA方面的消息 中日纽约尼克斯坐镇主场迎战孟菲斯辉雄 首阶比赛双方表现都很一般 尼克斯依靠着海佐尼亚最后时刻的压少三分 以22比19领先辉雄结束第一节 次节灰雄逐渐进入状态 他们在一度落后8分的情况下开始反扑 凭借着一波13比2的攻势 在半场结束前完成反超 半场战霸灰雄42比41领先尼克斯 休息回来 灰雄在这一节彻底接管比赛 他们开局抓住尼克斯压火的机会 送出一波15比3的攻势 迅速确理其两位数的领先 尼克斯末段才稍稍找到感觉 并由诺克斯连拿5分将劣势追至12分 结束第三节 末节 尼克斯依靠着海佐尼亚和诺克斯的连续得分 一度将分差追至8分 但至此之后没有再进一步 灰雄很快便依靠着加索尔的得分 确立起两位数的领先 遭遭锁定升局 最终灰雄96比84 送尼克斯13连败 另一边波士顿凯尔特人主场迎战 俄克拉和马雷霆 开场欧文连得7分 莫里斯命中3分 凯尔特人取得领先 暂停回来 乔治连续取分 雷霆破进比分 杰末乔治再中3分 首节打完雷霆紧落后2分 次节比赛 杰伦布朗连续取分 凯尔特人保持领先 虽然施罗德命中3分 但随后凯尔特人打出一波8比0 再次拉开比分 半场战霸凯尔特人领先8分 一边再战 雷霆反超比分 暂停回来 凯尔特人连标3记3分 海沃德又打成2加1 双方分差来到两位数 杰末施罗德连得6分 为雷霆追分 三节打完凯尔特人领先6分 末节比赛 雷霆缩小分差 凯尔特人打出一波8比2 稳住局面 随后乔治和威斯布鲁克合取10分 雷霆紧落后2分 关键时刻欧文连得6分 塔特姆四伐三众 凯尔特人以134比1 129拿下比赛 多伦多猛龙主场迎战 洛杉矶快船 开场双方打得比较胶着 本节中段 猛龙发力打出一波9比0 拉开比分 随后博伴打成2加1 路威连得6分 首级打完双方战成23平 四节比赛 麦尔斯命中两季3分 赖特再取7分 猛龙获得两位数的领先优势 虽然贝弗力打成2加1 但随后伦纳德连得10分 伊巴卡也中3分 猛龙领先14分 结束上半场 一边再战 猛龙打出一波7比0 扩大领先优势 虽然哈里斯和贝弗力 相继取分 但随后西亚卡姆连得7分 节目门罗再取4分 三节打完猛龙领先17分 末节比赛 阿努诺比两发两中 麦尔斯再取5分 双方分差来到21分 比赛基本失去悬念 最终猛龙以121比103 拿下比赛 汉尔斯帮我们编译报道 阿努诺比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以上就是今天的汉天卫视晚间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猪猪 祝您春节愉快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